在中国,因言获罪并不是新闻 因为评论历史人物,或者所谓革命英烈 而招来牢狱之灾,也不是新鲜事 已经发生了很多起 但高氏兄弟之一的高森被抓捕 还是令我感触良多 高氏兄弟是知名的艺术家 定居纽约 今年2月21日上 博登书在纽约联合格广场大厦会议厅 举行2023年图书奖颁奖典礼 我就见到了高氏兄弟 他们因一幅毛泽东下跪道歉的图片 而获得最佳封面奖 据报道,高森两个月前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探亲 原计划9月3日从北京飞回纽约 但据报道,8月26日他被河北警方抓捕 知情人士说,8月26日上午9点到10点 在燕郊工作室外,有公安制服和不明的车辆在产业园每个大楼悟空封锁 工作室也被停电 当时有快递来到工作室提醒高森夫妇门外有很多警车 之后约有30多名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将高森和夫人隔离 高森拒绝配合,拒绝交出手机后 被戴上手铐由警车戴着 之后直到深夜,高的妻子不断的被问话 工作室的每一件作品,每个门窗都被贴上了封条 并安装监控,还搬走了毛泽东下跪的作品 一些书籍和电脑硬盘 8月27日,高森的妻子收到山河市公安局的拘留通知书 防止,高森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与荣誉罪 于8月26日,被山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险拘押在山河市看守所 高森在隶属于河北山河的百市金谷产业园 有一个燕郊工作室 是一个当作仓库、居室、工作混用的三层物业 每层约800平方 其中登记着他被迫从798工作室 签出来的所有的作品 2023年,就曾有物业管理以及桌便庄制服的公安 约20多人前往该处 但高森当时全联在纽约 这些人因无法进入而作罢 这一幕被一位物业人员看到并转告高森 但高森忽视了这一警告 高森的妻子病情的曲审洪律师 今天在看守所见到了高森 说他精神状态还好 就是腰病犯了腰痛的厉害 今天公安又去他们的七九把工作室取证 排了一些十多年前做的 与毛泽东相关的雕塑 看来他们把毛泽东当成英雄烈士了 这样高森肯定要被判戏 一,高氏兄弟何许人也 高氏兄弟是兄弟两人 哥哥高森生于1956年 弟弟高强生于1962年 两人都是山东济南人 1985年起他们在一起合作 从事绘画装置行为摄影等艺术活动 尤其是雕塑和绘画作品 常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但高氏兄弟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异议人士 只不过是在从事艺术的过程中表达他们的社会的看法 2013年 高氏兄弟的摄影作品在英国伦敦展出时 高森曾接受了BBC的采访 当时他说无论是我们老百姓得毛时代的误读 还是精英人士有人想借尸黄魂为体制寻找合法性 中国只要一天不越过毛的门栏 就很难走上限制之路 这一次高森被逮捕 正是因为高氏兄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系列作品 比如说毛小姐系列 强决基督 下跪忏悔的毛泽东等 触及到中国政治 曾引发不少争议的雕塑作品 高氏家族的历史 以毛泽东主义悲剧为标志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高氏兄弟许多作品都唤起了这一主题 他们的父亲来自山东沿海省会济南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 兄弟两人当时分别只有6岁和12岁 他们的父亲自杀了 1989年的春天 天安门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 高氏兄弟维持绘制了一幅激烈化 如果时光倒流 1989年的记忆 他们与著名的艺术家艾未为一起 成为试图突破审查限制的一代坚定的艺术家 高氏的作品 高氏的作品让他们兄弟俩 经常受到恐吓 警方的突袭和展览的禁令 高氏目前命运象征著2024年的中国 在那里没有边界过去的作品 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创作者自己 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12年 中共对文化控制不断的加强 目前艾未为和高氏兄弟的高强都已离开了中国 高氏兄弟在1989年首次参加中国美术馆展览 以充气装置子弹的弥杀一举成名 他们延续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中国对文革以及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批判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底一篇报道说 高氏兄弟20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批判的独立态度 文章称高氏弟兄等一批中国先锋艺术家 对此前共产国家官方乌托邦式的道德艺术 进行了一种彻底反动 文章引述美国艺术批评家 苏珊·戴维斯的1989年那次展览的印象指出 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在刚刚开放的中国 会有这样的即使放在纽约 也同样具有先锋性的艺术作品 他表示这在当时金氏害俗 既没有许多中国先锋艺术作品 通常有意为之的中国符号 也看不到拷贝西方艺术的影子 二高氏兄弟何罪之有 官方的拘留书上写有 刑诉85条侵害阴列罪 拘押商和看守所等质量 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是中共在2021年3月开始实施的 刑诉法修正案 无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容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 警方取证的这些艺术作品 都是十多年前以艺术反思 毛文革的阶段性的作品 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是2021年才开始实施的刑法的罪名 对刑法生下之前有关行为 进行追溯性惩罚 违背了现代法治通用的 无追溯利原则 高氏兄弟高强说 对刑法生下之前有关行为 进行追溯性惩罚 有备于现代法治通用的 无追溯律原则 而且艺术表达与犯罪行为 应该有边界有区别的 毛泽东是不是英雄烈士 也是一个问号 但律师认为这是行刑罪名 如果以法不说既往辩护 有关部门可能会向煽动颠覆 和寻衅知识方面转化 并需要尽快补充委托的材料 否则超过48小时 有关方面就可以指派官方的律师 旅法作家廖一五说 习近平独裁政权毫无脏法 最后疯狂期间 如果不想寻死 就不要再犯低级的错误 别再沉侥幸的心理 更不要回到中国 三如何看待高氏兄弟事件 高森被捕的消息 可以说在意料之中 一位长期关注中国艺术创作 同时也是高氏兄弟友人说 兄弟二人的创作 曾如此直接正面的挑战 中国官方的政治言说 十多年来 他一直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近些年来 可能因为中国国内创作空间越来越紧 他们的创作已经越来越转向 数字化 不再像当年那样直接了当 廖又说 去年五月美国笔会 邀请他去纽约 他得知高森一家 从北京迁到了长岛 并已初步安顿下来 替高森松了一口气 他一再告诫高森 千万别回去 没想到各位有反贼前科的艺术家 作家 诗人同行的哥们姐们 习近平独裁政权毫无张法 最后疯狂期间 如果不想寻死就别再犯低级错误 别再成任何侥幸 刘晓波的悲剧 大家目睹了 名气再大 遇到小学二年级的包子弟 要捞出来也是做梦 高士兄弟高森的命运令人唏嘘 在习近平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中国是现代化的荒诞中 无数异议人士和有良知的学者 艺术家被抓捕 在我们的身边就有民主小贩 杨恒军 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列很长 高士兄弟一直不认为他们是异议人士 但在极权国家 任何挑战极权制度的都是这个政权的敌人 毛泽东一直是中共的牌坊自然里触碰不得 至于法律在极权国家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只需找一个名头来收拾你 什么法律数不数及既往根本不重要 回国是异议人士难过的一道坎 父母亲人生病去世 十乡之苦都精进的残劳着他们 但当你离开中国时 你就应该知道你获得了自由 但也失去了中国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